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回带康瑪想和大家回顾5月27日的沙田夜黎赛事 在讲今期的赛后评论之前 都想回顾今期深水的成绩 今次就选到第8场的三班1200米赛事和大家讲回 先看重播 出集了 都没有什么码特别慢 不过是圣妍和公正福将拖到后面 前面 几快出集是梦幻人生 不过里面都有快马 包括加州海哥 外面派着二话不说 走三叠都上去 就是男装之歌 梦幻人生在四叠 五叠都有 无限商机 5个马快点 后一层的马 铁蓝方面 就是精算八方 外面派着走是军力竞 用了两个马位之后 才见到佳砖三 再收后面 包后四个马 就有超乘宝宝 公正福将 腾龙区 和是圣妍 准备入彎的时候 前面占先 自己一只 抢抢色列放 就是男装之歌 领先着过来马位左右 外面走到一只 就是梦幻人生 外面外电网空 就是无限商机 内南位置方面 还有加州海哥 和精算八方 入正直路的时候 前面 男装之歌暂时 仍是占先 中间追上来 就是加州海哥 外面梦幻人生未散 在所外档 就是精算八方 和无限商机 前面 南装之歌和加州海哥 在这儿 在这儿 加州海哥 在这里 就过来南装之歌 外面蓋上来的马 还有精算八方 还有梦幻人生 南装之歌在内揽 在看前面 就跑第一名 就是加州海哥 第二名 就是精算八方 第三名 在外面 追了多少 上来呢 是一只腾瘀 第四名就是公正福章 今場的賽事也想和大家看看兩隻馬 首先想和大家說說頭馬 加州海哥今場的表現 其實作為一匹 來到香港第二次出賽的一匹PP 自購馬來計算 第二次出賽已經可以贏到馬 是來得很快的 其實當評價一匹PP的時候 看海外賽職 到底可以怎樣看呢 最重要是可以看外地賽職 這隻加州海哥來香港之前 其實就在澳洲那邊服役 主要跑的賽事全部都在悉尼那邊跑 其實如果是說馬匹來香港之前 在悉尼那邊出賽 通常其實他們都比較快點有東西看 原因就是因為 新南威爾斯那邊 其實那個場地是一些右轉的場地 比較像香港的 所以都適應得比較快 另外就要看一下PP來香港之前 其實跟什麼馬鬥過呢 加州海哥看回2018年10月20日那場 這場出五隻馬的賽事 雖然他跑包尾 但看到他賠率5.5倍 其實都代表賽前的裝家都挺看好的 這一場的賽事 頭馬就叫做Quicka Jack 其實Quicka Jack之後再次出賽的時候 曾經他的最高成就 暫時來說上去group2都可以贏到馬 其實反映到 加州海哥當年輸過比Quicka Jack 其實都不算是差的 因為始終這隻馬 其後在澳洲那邊跑到一些大賽的了 除了PP的海外賽職之餘 當然要看回血統 可以看回加州海哥的血統 還有一部分就是祖式毛的馬筆 當中在血統方面 其實就有遺傳到一個不錯的血緣 我們就可以看回 其實上下線那方面 看到也有Northern Dancer 北地武人的一個in breed 它遺傳下來其實遺傳得很漂亮 其實看過模式就可以了 可以看回 先看就是上面這一部分的Northern Dancer 遺傳下來其實一直都是這個b b一點就是祖式毛的簡稱 就是b這樣選 其實都是遺傳得很好的 包括就是這裡 第一個Northern Dancer 遺傳下來是可以不斷的 繼續承傳下來 這裡第二個Northern Dancer 同樣是這樣 然後第三個Northern Dancer 照樣都是這樣 祖式毛遺傳下來 去到最後第四個Northern Dancer 同樣都是這個情況 所以其實四邊都可以遺傳下來 證明都真的很好 為什麼又要經常跟大家說血統呢 就是回應一些留言 先多謝大家 支持我留言給我 我全部都有看的 也有思考大家說的東西 當中有位朋友都很支持 多謝先 關於叫到我說要跟一些標準 標準其實是何謂標準呢? 是不是大家現在比較多人用的一套 只是看同腹系碼就是等於看血統呢?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們大家看同腹系碼 就是在看同腹系碼 如果是要看血統的話 其實上線和下線都一樣要看的 這位朋友就說到了 跟標準 我自己估計 不是很明白 懷疑就是叫我看同腹系碼 因為下一句就是 好像炮子頭同種 月錶買WIN 如果全日上到1000元的話 可以買500元 代表都有信心 如果你以一個全野的倒本 倒一半下去 月錶那裡 月錶的血統 說真的我也覺得是不錯的 除了一個腹系之外 我也會很關注那些馬的母系 其實為什麼要特別說這件事呢? 因為我其實就是有一個目標 都是希望大家 馬迷觀眾 想一拍攝一匹馬的血統的時候 並非只是看腹系 這件事我都經常在不同的平台上強調過很多次了 畢竟始終在一匹馬出生之前 其實在母系那裡 差不多都懷胎十月了 才生出來 其實某程度上 母系的血緣 甚至乎比起腹系 更加值得參考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說 叫做看血統的話 必須要看上線 以及下線 如果你們只是看血統 如果你們只是看腹系 這樣就不是看血統 而純粹只是看腹系 所以就再應用回 加州海哥的例子 上線和下線我都有看過血緣 所以 我在賽前的時候 評價今次初跑來的35匹馬裡面 有幾隻馬特別比較高分 4分或以上那些 叫做比較高分 當中包括就有加州海哥 結果贏了馬 另一個例子 就是中芯美麗 我都給了4分 最後都是10倍Win 成績都不錯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堅持看血統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也有些朋友說 經常說看血統是一個吹水 我當然是不認同 只要你可以運用得到的話 你絕對是可以找到一些 故中的一些巧妙之處 所以都繼續說多一句 不厭其煩 看血統一定要看武器 10月懷拖生你出來 可能我自己本人又作為一個女生 對於一些關於女性的事情 都會比較關注一些 看血統也是 因為始終都是一筆馬要生出來 負是重要的 但是武器同樣重要 所以下線方面的資料 絕對都是不用忽視的 所以都希望大家 如果是看血統的時候 一定要看武器 好 講完嘉州海哥 講一隻藍莊之歌 藍莊之歌 今場可以看他的跑法 其實今場在組段的時候 出閘之後 其實這隻馬 都不算特別快 不過見到毛顯東 都有繼續起勢地推棋這隻馬 好像一定要搶出來放 其實我覺得算不錯 因為這個跑法 雖然他在頭兩段 放快了超過兩秒 其實都挺快 但是我覺得 其實他目前這個評分 在三班尾跑 這個跑法已經是最大機會 可以令到他爭取到最佳名次 所以我不會說他今次 放得太快 燒死了自己 其實看回頭兩段加起來 放快了超過兩秒 最後其實他的輸馬距離 不夠兩個馬位 跑第五名回來 我覺得已經絕對算是這樣的 究竟藍莊之歌 下一次跟進的時候 要怎樣 符合什麼條件 也可以跟大家看回 我在八月的時候 口鼠的時候 對於瀋濕成馬房的馬匹 的一個估算 當中藍莊之歌 我預計他的分頂 是60分 究竟怎樣提 怎樣說呢 因為現在那個評分 藍莊之歌是62分 我覺得他暫時沒有什麼分 所以其實最近都幾場賽事 今場看到他用一些 劍集生減一下磅 所以其實我在賽前 也有貼過這隻馬 想給他機會 但可能始終沒有什麼分 即使用了減方騎士 都不行 所以就唯有看看 是否真的 正如我預計這樣說 是一匹最高60分的馬 換言之 即是要下四班 所以根據我暑假時候 那個預測 藍莊之歌在四班 應該可以橫行 不論去任何場地任何 一隻什麼都好 田草也好 谷草也好 泥地也好 所以其實當他的評分 落到他差不多60分 跑回那些四班賽事的時候 都值得大家跟進 因為看回今場的表現 其實快放兩秒之下 可以最後輸不夠兩個馬位 其實都算是很厲害的 好了 講完這隻藍莊之歌 最後還是希望大家 看血統的時候 多點看舞系 我都會不斷地拍不同的片 還有在我自己的Facebook Page Sharim一定離手那裡 都會經常跟大家說 下線各方面的血緣 希望大家多點關注 好了 今集回帶召馬的時間 就先說到這裡 下一次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